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因为看到脸好像有点像 在经过跟律师确认之后 就是这个到处跟人家骂 到处跟人家吵架 属性不改 4月25号杨姓夫人用丢脸等字眼 在高直棚的脸书留言入骂 隔天高直棚采取法律行动提告 5月8号沟雄地检署启动侦办 湛敏夫人年纪约57岁 不只入骂高直棚还自曝 家人是韩国瑜市长的小内阁 他现在在韩国瑜身边做事的人 我的脸书就是在消遣草包 他可能就在脸书就开始骂我分担 然后骂我贪污犯 骂我医生有什么了不起 骂我不是你人生的 这一大堆反正都很没有理性的 一直乱骂 这名杨姓夫人自称是外省第二代 军眷子弟 皈依的是他在高直棚脸书留言 自己不是韩粉 一下子为了韩国瑜杠上店家 一下子又说自己不是韩粉 让人物理看花 去死吧